大家好我是Honda 欢迎收听原事物语第99集 预计上架日期是2023年的4月25号 原事物语是热天讨厌全民像非官方Podcast 每集我们所聊到的主题还有大致上的时间轴 都会放在节目的资讯栏里面 好了那这个这一周应该说上一周 其实是客场周 所以这一集大概是比赛内容的部分比较多 上周我们本来要打五场 后来因为有一场下雨延赛 所以只打了四场 然后战绩是勉勉强强达到两胜两败 那在我们上周的第一胜 里面在就是在周期这场比赛 在第七局的时候 林立呢打了一发全力打 那在他在准备挥棒之前呢 现场转播有收音收到很清楚 就是在场有一位球迷在那边喊 林立的威力 没力 没力 然后呢 他就打出去了 这个我不知道说这样的应援文化算不算是本质 这个可能是吧 我不知道 只是说在开头的时候想要跟大家来聊一下 类似这种反应援的文化 那大家都知道我是从职棒四年开始看时报应开始 我最早最早是时报英明 那后来时报应解散 那中间很长的过程我这次就省略不讲 那总之我现在就变成乐天讨的球迷 其实前几年啊 跟一些朋友或是熟也好 不熟也好的朋友在聊 他就说 那后呢 你其实是老球迷 你应该对这种 不管是汽笛喇叭大鼓的 传统式应援 或者是说这个球迷在球场内算是校正的反应援文化 应该蛮熟悉的吧 对 我是很熟悉 但是我不喜欢 那反应援这件事情啊 其实我有一度是真的蛮讨厌 就是说你就帮你自己球队加油就好 那在这边叫叫叫 是在叫什么东西 那我现在心态是稍微有一点调整跟转变 不过我还是有我龟毛的地方 我自己是觉得说 如果你是在 组队球迷在组队的应援区里面 然后你是客队球迷在客队的应援区里面 你在你该有的地方 你要怎么叫 那是你的事情 说实在话我也没有办法叫你不要叫 那球队也没有禁止嘛 所以虽然我可能还是不喜欢 但是我也不能多说什么 毕竟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自由 不然我如果讲太多就变成 这个酸民口吻我稍微调整 球员领那么多钱就应该被酸啊 我要做哪里是我的自由啊 你们这一队从球员到球迷怎么那么玻璃心啊 人家外国都跳得更难听 对啊对啊你们都最圣人了 大概就是这样子 但是其实说真的 这个也是 球团就没有规定不行 所以我们就也没办法了 然后他只是说唯一让我闷闷一下 就是说他这个跟达拉队不一样的事 达拉队你不喜欢你可以不看 你眼睛把事件移到别的地方 但是这个声音的话 你耳朵没有办法捂起来不听 那反正就是环境就是这样 就是要接受 不过说到这个反应源 我觉得现在最需要应该是我们家秀秀 陈俊修 因为他这两年比较挣扎一点 前几年啊我有去客场看 就哪一个客场你们大家都知道 我就不特别表明 那我去客场 一个客场看这个我们家球队的时候啊 然后秀秀在打击的时候就常被反应源 然后我就看过很多次 就是组队的球迷 其实也就那一两位 其实就固定他一两位 大部分的组队球迷都其实都非常的nice 那就是会有比较热血的球迷 那会帮秀秀反应源 那我就亲眼看过好几次 当他喊完反应源 然后秀秀呢不是二两打 就是全雷打 所以这个秀秀需要你 请你多多帮他加油一下 那再来就是伤兵的部分 因为我们家在上周伤兵雷雷 大家打球都很辛苦啦 但是遇到受伤也不是办法 那在4月22号礼拜六这场的比赛 我们就伤了两位投手 而且是先发投手 那首先第一个上呢是当天的先发投手 移动成保霍尔 那霍尔呢本来是排定那一天先发 结果他一球都没有投 就去刮兵号了 就直接去医院检查 然后呢 林英威寿命的是飞刀成黄文 那飞刀成黄文呢 他其实也投了两局多 但是呢到了第三局的时候 他也投一投之后 直接往休息室那边挥手 然后call防务员 然后下去休息 那这两位先发投手的后续的这个update呢就是 首先是霍尔那霍尔在送医院经过医生处理之后 因为他那时候是心脏好像怪怪的啦 那他在经过处理之后心律跟血压慢慢的就恢复稳定 那目前就是要持续观察 那球队呢也已经先把他降到二军 所以这一周应该会把雷法拉上一军开箱 那另外就是紧急接替霍尔 然后投到三局下突然出现状况的飞刀成黄文 成黄文的状况是右手轴的内侧发炎 那他目前也是先降二军 所以我们上周打完就有两个先发投手下二军 就是因为这个受伤的关系 这是礼拜六 礼拜六我们就上了两位先发投手 然后在礼拜天又继续有状况 那礼拜天的状况是我们家的投手苏俊章呢 在第六局他上来被林安可敲出养唇炮之后 他突然就身体不舒服退场了 然后呢我们家的林立也在第六局退场 苏俊章的状况是他在投完林安可的那个打席 腰就不舒服 可能有拉伤 然后林立呢是挥棒的时候去挤压到右手 所以这两位都提早退场 苏俊章呢也因为这个伤的关系呢 下二军休息 下去三位投手 所以目前已经拉上一军的有黄伟诚跟赖茲儀 那基本上第三位应该就雷法了 他只是说在我录的4月24号这一天还没有发布名单 但是应该是可以预期的事情啦 拉队的部分放在节目的后半段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上周的战报 好那上周的第一场是4月18号 我们去周济面对中信兄弟 那最终比数9比2击败中信兄弟 那这一场呢我们派出来的先发投手是非常难看到他的陈克毅 那克毅呢他其实是2018年我们第五轮圈进来的选手 但是他一直到2022年才首度在一军登场 那他去年呢总共一次的先发一次的后援总共3.1局 那他在4月18号这场比赛难得上一军而且是先发 那他也不是说都很顺 但是基本上呢遇到危机都可以解决 那最大的危机是4局下的时候 一开始就被张智豪打出三壘安打 不过呢先三阵掉陈子豪 然后呢再让曾宋安跟弗莱奇都急出 没有推进效果的飞球安全的退场 那最后呢陈克毅在这场久违 应该说难得的先发 他搅出了7局50分只被打53安打 两个保送三个三阵的表现 那也赢得了这场的圣头跟MVP 那我们在这场的进攻呢 在4局上的时候靠着林立的拳来打先进账分数 到6局上再靠着朱玉贤跟邱丹 还有梁家隆跟陈静的接连安打 在6局上我们又得到了3分 然后在7局上就是林立在球迷的 梅丽的反应源的这个喊声之下就马上就开轰了 他这场比赛单场双响炮 然后打了3分的打点 到了8局上的时候我们的陈薇也打出了一把拳来打 那最终呢我们就是靠了这三发拳来打 达到了9分 那这场比赛呢 林立跟朱玉贤都是单场的三支安打 然后陈成威跟邱丹还有陈静呢 他们在这场比赛也都集出了两支安打 隔天4月19号 一样在周际面对中信兄弟英语严赛 目前还没有公布严赛的日期 接下来就是4月21到23号去台南面对统一师的三连战 那这三连战里面呢前面两场都是不得不放弃 不过状况是不太一样 那首先是4月21号这一天 最终双方的比数是2比22 对你没有听错是2比22 我们得2分 同一师得22分 就是22分 雷 score22 那这一场呢其实基本上 我觉得比赛内容也不用特别讲 基本上就是什么状况都来 那我们家的西班投手威达在这一场呢 一开始说遇到很多很多的状况 那总之呢他丢了10分里面有6分的自责分 然后我在看比赛的时候都在想说 他会不会觉得他的队友在搞他 但是等到中细投手上来之后 我觉得他应该不用想这么多了 因为后面的中细投手 当然中细投手本身控球也是到处乱喷 但是呢队友的失误也是毫不留情 整场比赛呢我们总共出现了6次失误 那其中三次发生在林承飞身上 那老实说啦 如果说你有稍微看一下这场比赛的话 你就知道我们的失误绝对不止6次 这种外野手去接戒内球 然后呢球落到他的后面去 那因为我们你也知道嘛 这个球没有碰到手套 基本上他不会被记失误 但是他事实上就是一个判断的失误 总之呢这场比赛上来的投手 每一个从魏达尔到庄熙 到张子轩到许俊阳到邱俊威 每一个全部都有10分 啊其实我比赛看到后半段的时候 我已经在想说 八局下是不是应该叫野手上来投 结果没有啦 那你要还是派投手上来投 但是老实说我真的觉得 真的派野手上来投就好了 因为你派上来的后面投手也是 球也是飞来飞去的啊 你叫野手上来投 搞不好还好一点 而且大家还比较开心一点 每月斗内254 大叔野球有意思 月月赞助254 台湾棒球有好事 大叔野球543跟543周会谈的赞助计划 已经在折折木制上开跑咯 您可以在折折木制上选择 您所喜爱的方案 不同的方案在不同期间 都会有不同的赠品哦 上周第三场比赛 4月22号在台南面对的统一师 就是原师三连战的第二场 那这一场呢 一样是一场不得不放弃的比赛 不过呢 不得不放弃的状况 跟上一场不一样 因为上一场是烂到不行 就你真的就只能放掉 那这一场的状况 就是我们前面所讲到的 就是投手受伤的问题 那先发投手移动成宝 或一球未丢就伤退 肥刀成宝文零为寿命 那在第三局的时候也伤退 那我们的今年口号叫做ready 但是今天的先发 还有临时寿命的投手 其实根本就没有ready就上场 所以我们在前四局 基本上就是分数就直接止不住了 那前面四局各掉四分 一分两分三分 所以前面四局打完 我们已经掉了十分 但是在五局之后 从乡长上来之后 包括说乡长陈颖勋 然后陈前代救部 还有圈圈苏俊章 在这边呢 就一分都没有丢 那我们的得分是从五局上开始 先靠着宋家强 还有陈静的安打上蕾 然后呢林车飞被畜生 在满蕾的状况之下 林立的二蕾安打 先打回两分 然后呢 再靠着阿伯文的安打 郭延文的安打 再拿到两分 所以我们在五局上的时候 拿到了四分 到了九局上的时候呢 最后反攻机会 那面对同一时的狮子签 代打的杨静豪 先敲安打 然后再靠着陈辰威的两分炮 然后再来是林立也有安打 靠着补义上二蕾 然后再借由朱玉贤的安打 再跑回来 所以呢 最终七比十我们还是输球 但是跟昨天比起来 就是跟前一天比起来 我们的状况好很多 前一天真的是 就烂到不想讲 但这一场比赛呢 算是有展现韧性 在一开始就在非常不利的状况之下 苦苦的追赶 那当然胜负一回事啦 但是我觉得 在第二场比赛表现出来的 这个平均精神 就是值得鼓励 那上周最后一场是4月23号 就是原师三连战的最后一场 礼拜天下午两点很热的比赛 那这一场呢 其实在一局的时候 也遇到乱流 不过这一次的乱流呢 换边当 一局的乱流在同一师身上 其实 我们在礼拜五的乱流 还有同一师在礼拜天的乱流 其实是差不多的 只是说换边 然后呢 我们乱了一整场 他们只乱了第一局 那第一局 就一局上我们进攻的时候 就是他们的状况就很多啦 失误啦 然后安打啦 而且是那种 很巧妙落底的安打都有 那我们在第一局 就打了11个人次 打了6只安打 而且一次的畜生保送 一局打完就是6比0 6分领先 那最终当然 像这个豪剑在9局下 就抖抖的啦 他丢了2分 不过还是7比4收下这场比赛 那这场比赛的先发是 老虎黄子鹏 那因为这个黄子鹏在前面两场先发的状况很多 那球队呢 就把黄子鹏的好妈迹 敏玩张敏勋 从二军升上来 一军跟他做搭配 那老虎在这场 其实用球数还是有点多 他5局99球 被打6三打 投出了3次的4外球 一次三振 1分的则10分 不过呢 至少跟前两场比好很多了 这故事告诉我们 旧爱还是最美 那圈圈说俊章就是一个打起 被李安可打solo shot之后 就称你不是下场吗 那他也就是在我们前面 所讲的 他就是腰部拉伤 然后下了军做休息 那上周的团队来讲 四场比赛来说 我们自己跟自己比较的话 在打击的部分算是有进步 OPS Plus从91.9进步到123.7 那么在打击率 长达率 还有上累率部分 也都有提升 然后K率呢 从上上周的19.9% 降到上周的11.9% 这算是蛮大的进步 不过投手的部分 想当然而数字就不好看 因为毕竟四场比赛 第一场失两分 第二场失了22分 第三场失了10分 第四场丢了4分 那在这个EI Plus的 从99变成了56.9% 直接算是 几乎算是腰斩了 然后WHIP从1.5% 变成了2.03% 其实这个基本上 上周这个状况 应该算是离群子了 不过反正整体状况 都是蛮糟糕的啦 那五队的比较来说的话 我们的OPS Plus 进攻部分 123.75队里面的第二名 但是投手的部分 想当然而 一定是五队的垫底 56.9 那在个人成绩的部分 上周四场比赛 所以我们用一场比赛 三个PA来说 超过12个PA以上 然后OPS Plus 从最好的往下看 那分别是 陈陈薇的307.9 再来是林立的290.7 接下来是陈进的213.1 然后是梁家荣的111.5 其他的选手都不到100 那这四位的好表现 是因为像陈进呢 他在上周四场比赛 打出了八支安打里面 包括了一发二雷安打 林立呢 打了七支安打 但是七支安打里面 有包括三支的二雷安打 还有上周第一场的双响炮 然后呢 他也有一次的高费牺牲打 那再来的是陈陈薇 陈陈薇在上周呢 有七支安打 包括两发的全雷打 也是上周火力 也非常的旺盛 那朱玉前上周 虽然打了六支的安打 不过他六支都是短程的一雷安打 那阿姨梁家荣虽然安打数少了一支 只有五支 不过五支里面有两支二雷安打 至于在投手的部分呢 四位先发投手 应该说四加一位先发投手 只有两位撑过五局 那首先是陈克一的七局 还有黄子鹏的五局 再来就是何鲍的威达 他还是投了四局啦 然后陈文文投了两局plus 过了呢 一球都没有投 后援投手的部分呢 如果用局数来看 上周比较辛苦的是 徐俊阳跟陈允兴的三局 张子萱的两局 陈欧文要算后援吗 算先发后援 反正呢 张子萱、陈欧文跟陈冠宇都投了两局 但是如果要用球数来看的话 上周最辛苦的会是 香掌的六十球 再来是徐俊阳的五十八球 飞刀算是先发后援 反正他投了五十一球 那庄欣验四十九球 张子萱四十八球 秋俊为三十七球 陈冠宇三十三球 以上是上周有投超过三十球的后援投手 好那这个part会有大家对相关新闻播过车讲 大家对之前让我供气私用一下 那我们这一集上架的日期是2023年的4月25号 其实小弟我曾经当过一阵子的铁道迷宅宅 那在上架日的这一天呢 其实是台铁的DR2008、DR2009 还有DR3000型的柴连车 最后一天跑正班车 那之后呢就会大量的退役 然后大部分的都会拖去报废拆光光 也就是说从4月26号开始 你在订票系统上 你就做不到有这三种车辆开行的列车 那这三种车呢 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当自强号 就是说各位 如果说以前你比较古早以前 你要去花东 去宜兰花东 或是去南回县的话 如果你也有印象的话 就是之前你要去做的时候 那个铁轨上面是没有电线的 所以你要做那个柴油车 那如果你买的是自强号 基本上你有非常非常高的几率 就会做到这三种车 那外观啊 或者是车辆细节 这个是铁道名宅宅才知道了 那但是一般民众应该最有印象 就是你进到车厢之内 你会看到一个 在车子的中间有一个拱门 或是说跃动门 那那个门是干嘛 那个门其实是长排气管 因为车子的引擎在这个下面 但是排气管在上面 所以当你这个引擎从排气管 从下面到上面的时候 你就会经过车厢 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个跃动门 把他这个修饰没化 所以白话讲呢 就是跃动型自强号 要全部退役了 那之前是因为很多路段 都没有加电线 就是所谓的电气化 但是呢 在各路线陆续的电气化 像这个宜兰县跟北回线 宜兰县是从巴鲁到苏澳 然后北回线是从苏澳新到花莲 这一段呢在2003年全线电气化 台东线呢 是从花莲到台东 我讲的这个线是Line 不是County 台东线是从花莲到台东 在2014年全线电气化 屏东线呢 讲的是屏东Line 那屏东线是从2019年全线电气化 从高雄到苏澳 那最后条南回线呢 是从苏澳到台东2020年全线电气化 所以以前需要柴油车去跑这些路线 现在不需要 现在买了一堆的那个ENU3000 俗称孟姆3000号进来 那新车界的老车 基本上时间也到了 他这一批车从1982年 陆陆续续买进来 到现在呢 最老的也快40年了 所以在2023年的4月26号开始 绝大多数的柴林志强号 通通都会退役 还是有剩一点点没有退役的 就是1998年 陆续引进了DR3000 那个在车厢中间就没有那个跃动门 那再来就是支线 还有一个跃动门的车厢 就是你去深澳线 平溪线 内湾线 积极线 那个还在跑的DR1000 那个中间还有跃动门 那个车子就会继续跑 那柴林车退役之后呢 以后这些车就是由 我们前面讲的孟姆3000去取代 那好处呢 是电车没有柴油位 但是坏处呢 是EMU3000的椅子 非常难做 好 铁道仔的部分讲完了 回来热天讨员 那后半段我们就讲一下 对吧 那大家都知道上周呢 就是李多会旋风式的来三天嘛 然后造成了很多现象 也有很多乱象 那现象跟乱象呢 我在上一集的元素语 第98集都有讲了 大家如果还没听到就回去听 那事实上李多会在上周一 离开台湾之后 他那个余震 还持续了好几天 那上周四呢 我们家的Rakuten Girls 懒懒跟以轩呢 去帮这个华士转播大联盟的 算是记者会站台 结果记者还是问他们李多会 那李多会 他上次来其实有拍个Vlog 那Vlog在昨天就是4月23号的时候上架 那一上架 连中文字幕都还没有上的时候 记者就做了好几条新闻 那讲到这个Vlog 他这个影片呢 总共大概有33分钟之长 其实很长 然后你可以把它当作纪录片看 因为他这个影片 我必须说真的拍得非常非常有质感 整个画面还有节奏啊 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专业的一部片 你当纪录片看都OK 那个老实说啦 如果说你要对比 因为毕竟台湾这边拉队 也拍了很多很多的影片 不管是官方的 或者是说YouTuber的 或者是比如说 甚至我们队内的人员拍的 你就觉得 一样都是拉队 然后一样都是这三天的比赛 为什么质感会差这么多 他这个影片呢 当然不是观众在法上去拍的 他那个就是 有一部分是他自己拿着相机拍的 然后有一部分 因为他其实也有请团队来 应该说他的团队 在整个过程帮他拍的 画面有很多不同角度 但是有一些应该是 可能是球团在那边提供的一些片段 那他自己带的这台相机呢 基本上是现在在拍Vlog的顶级机 哪一台 Sony FX3 FX3 你先不管说他相机上面的麦克风跟镜头 基本上这台光机身就要10万块 那重点也不只是机身 就像我们前面讲了 他的一些取景啊 还有一些节奏 那像这个中文字幕 CC的中文字幕 一看也就是真的有锐过了 就是应该说就是懂台湾中文的人 真的去修过才让他上去的 然后他身为算是蛮顶尖的拉拉队 不过他在影片当中也算是有 稍微带到一下台湾拉拉队 跟韩国拉拉队的文化不一样 那其中一个部分就是拉拉队商品 那我不知道KBO这十支球队看了他的Vlog之后会有什么感想 感想一呢可能是觉得说我们还是要走本职取向 像这种太浮夸赚重钱我们不应该做 那感想二呢就是既然中指五队都赚这个钱赚得这么理所当然 那为什么不跟上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法 不过我觉得其实球团找李多会来 我觉得并不只是左眼要赚台湾球迷的钱 我觉得他们可能有一个角度是要借着李多会 把Rockwood and Girls往韩国那边拉过去 因为假设我今天是一个韩国的球迷 我可能稍微关心一下李多会在台湾 我可能到后面也想 那Rockwood and Girls除了李多会之后还有哪些成员 说不定在不久的将来你就会看到 也有韩国人来台湾买法相区 好那回到Rockwood and Girls的话题 其实这集还有点时间了 我就顺便讲一下 那我们家Rockwood and Girls最近有一些出差的活动 那在前几集有一些美国部分已经讲了 前面都已经说了 所以我们就不说 那我们现在来说一下有两个部分 首先第一个是去香港 在5月7号的时候 懒懒非非以轩林丹 惠妮代引Urin还有孟杰 他们会去香港超级联赛 就是港超的足球联赛 进风足球会担任5月7号的赛前表演嘉宾 那港超呢 其实是香港当地的 应该算是最顶级的足球联赛 他们其实从2014到15年开始 展开他们的第一个赛季 那目前有十支球队 那他们其实也是有足克差 但是香港毕竟 这个服务还是小一点 所以他们有一些球场是两队共用的组场 但是至少他们在组克场的部分是有落实的 然后再来是这个关于桃源跟金舅之间的互动 我是说这个跟Rocktangos有关的互动 首先第一个是下周 5月2号到5月4号这一周呢 在金舅那边呢 有卖这三天比赛的门票 很快的跟大家带一下 金舅官网上面所标榜 这次重点有什么 第一个呢 是四点半就提早入场 然后会有些日本语的导览 然后呢 第三点特别强调 在这个比赛当中呢 你可以很近的看到Rocktang Girls的应援 再来就是一些球队的小礼物还有折价券 然后呢 这个网页点进去 第一张照片就是Rocktang Girls的大合照 那他们在这三天的位置会坐在东下一 就是一垒侧的热区的位置 那想当然了 这块区域就是被block起来的 那他们这个团的价格是 一个人看一场比赛4500日元 然后呢 他们来这个礼拜刚好又会撞到 你都会来那个礼拜 那5月是他们找球迷过来 那6月换成我们这边派大家的过去 在6月23、24、25号这三天 面对奇遇西武师 我们家Rocktang Girls会有三位去东北仙台 那这三位分别是林诞石元还有Yuri 然后呢 金舅那边的官网还特别稍微简单的 介绍一下这三位成员 那Yuri他这边提到是 2019年Nami Girls活跃 现在是Rocktang Girls的活动中 然后呢 他有这个广告啦 出演啦 然后各种的活动 然后在2021年还有发表了写真集 那10元呢 是2015年参加了台湾的AKB的选举 他指的应该就是后来的AKB48 Tim TPE 这个偶像派我不是很懂啦 然后他顺便还有提一下 就是说2019年开始做YouTuber 现在是1万人以上的订阅人数 然后再来是林诞 然后林诞是2014年就加入Lami Girls就活跃 然后在2015年开始变成YouTuber 现在的订阅人数有17.2万人 他的Facebook追踪数在Rocktang Girls当中也是数一数二的高 其实派这三位也都不错啦 不过这个在日本相当知名的林诞 并没有在这次的阵容当中 不知道仙台球迷会不会觉得大小眼 因为毕竟林诞在今年春兴的时候有去的十元岛 最后是本周赛程 本周要打5场比赛 前4场在我们家主场乐天桃园 那最后一场在天母 那4月25号是主场面对富邦汉将 4月26 2728这三天是主场面对中信兄弟 那4月28号这一天呢 也是应该是很多人期待的 红布朗花园上班主趴 因为去年上班主趴就是 我们家Rocktang Girls穿套装 然后黑丝旺 然后引起非常多的回响 但是老实说啦 我觉得这个趴对于 大家对跟球场没有很健康 因为第一个就是 他们要穿那么高的高跟鞋跳 会有受伤风险 第二个是 其实去年那一次啊 这个高跟鞋把舞台踩了很多很多的洞 所以我不知道今年的状况会怎么样 那4月30号这一天是天母的5场 下午2点去天母面对魏切龙 这也是应该算是 开季的最后一场的5场的比赛 那本周有望达成的纪录 在团队的部分呢 目前得分 队史11998 差2分 1万2 这个应该是达得到 至于在球员的部分啊 那陈雨昕目前出赛498 差2场就生涯500出赛 而且他目前投球已经投了496局 那差4局就500局 不过5场里面要上4场 基本上应该会有点超啦 另外要提的是 他现在是生涯491个躲三阵 差9个就有500个躲三阵 那一样啊 这是我觉得下周达成会比较合理一点啦 然后呢今年比较陡的豪劲呢 目前生涯的纪录成功是47次了 差3次就50次了 广违成呢 目前中继成功是80 差2次就到50次 好啦那以上呢 就是本集的原始物语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 往中再上回视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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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